为在北屯区东山路一段192巷与三甲北街口的慕龙桥 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 斑驳老旧还有多处的袖矢裂缝 上下坡转弯幅度过大经常发生车祸 在地方的积极争取下 台中市与农田水利会协调 改建老桥并拓宽成6.6米的双车道 这一天在市长卢秀燕的带领之下正式动工 乡亲们都乐见启程 我们现在既有的那个高层是在这里 那我们会开始做一个陆体回田的动作 那回田到设计高层以后 那在设计道路的范围内 我们会铺设那个极配跟铺足AC 经设取证员向地方解说 慕龙桥的改建计划 地方明代与水井金仙狼里的居民都相当重视 到场联天 这座高龄35岁的老桥 桥体处处斑驳秀石 还有多处的裂缝 安全指数堪定 而上下坡的转弯幅度也过大 造成视线死角 也导致车祸频传 我们汽车跟机车 碰撞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汽车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视线不很清楚 因为落差很高 三角北街地势比较低 桥面比较高 所以那个驾驶有时候看不到桥下 有时候紧急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比较会发生车 出路光一个三核社区 我们这边有三个林 三个林最起码有两千户在这边出路了 还有东山路那边下来 很需要做这样子的 地方积极争取改建 但市府由于为举债达到了上限 因此在地方明代与农田水利会的协调下 取得水利用地 投入近四百万的经费 要扩建慕隆桥 以陆堤田主的方式 将原本干枯的桥底河道填平 要拓宽为六点六米的双车道 提升中路人的安全 改建完以后呢 第一个单向道会变成双向道 桥会拓宽 第二个原来很陡的地方 会把它改得比较平缓一点 第三个当然附近还会绿美化 那最重要是 因为把它变新桥 那就可以把旧桥拆掉 那不会造成一个桥梁危险 老旧桥梁危险 每一两年针对每一座桥梁 至少都要检测一次 那检测完之后 我们根据它的一个特殊检测 还有一般的目视检测 透过DERU等等的分级 那我们会将它紧急要修缮的 或者一般维护的 或者说必须专案编列预算的 我市政府呢 都有逐年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桥检 还有安全改建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台中市长卢秀文的带领下 众人前程驻到 祈求工程设立 而随即进行开工动土 第二船造福地方 木龙桥是水井与井县两里的 重要交通联络道路 预计7月返工 而施工期间将先建陆提挡土墙后 再拆除木龙桥 不封闭也避免地方的道路困扰 准备话台中才碰到